有心了 王一博生日未到 祝福先行 多方宠爱 福利加倍 岛屿 不得不说 王一博的生日来了 绝对是粉丝福利大开放的时候 众所周知 王一博的生日是8月5日 85号摩托车手 早就成了许多人对其印象深刻的标志 作为当下炙手可热的代言人 各方的代言商对其的喜爱程度 也是不言而喻的 各大品牌集体放福利 果然是梦幻联动的节奏 王一博的生日未到 祝福先行了 首先呢 作为滑板运动的推广大使 当下正值东京奥运会期间 中国的滑板运动正好也在8月4号 5号期间参加比赛 同时呢 中国滑板国家队 对于这个代言人更是关心被制 卡点了0805时间点 给王一博提前送上了生日的祝福 不愧是来自官方的祝福 这份简单的介绍 实力宠爱有加了 以榜样的力量 发挥引领作用 以热爱光芒 照耀远方 不得不说王一博的幸运 源于对热爱的执着与追求 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他的光芒 被这份光芒而吸引 其次呢 有一位金主爸爸出手了 直接送红包福利 更是卡点了0805 一早就送了大大红包 晚上继续送起来 那就是王一博代言的红米手机啊 这个有新之举 可谓是生日味道 福利加倍 更多的惊喜呢 还会持续送三天 各位小伙伴们可以等 好了 你以为这就够了吗 怎么可能呢 还有各种的应援活动呢 王一博的生日必然是粉丝的福利专场啊 毕竟最大的消费群体就是王一博的粉丝 各位金主爸爸们怎么会不清楚这一点呢 最后提及的就是专属盖章的裤盖板 奥迪英杰会出手的专属定制款汽车了 8月3日这天 奥迪汽车推出了王一博专属签名 专属C柱盖板车型Q两声 只能说 这个还是相当有分量的一份福利待遇了 特意看了一下 确实有王一博的专属签名 只能说 摩托姐姐们果然是高奢的消费 看了一下报价不低 只能看一眼的节奏了 除了这些之外 相比最大的惊喜应该还会在后面 毕竟咱们的小座精来一份 冠名了王一博所参与的综艺 这就是街五四 自然也会是一波座精福利待遇 相信王一博的生日 必然是别开生面的一场盛宴 同时呢 我们还需要说一下的是 生日在即了 请各位小伙伴们 带着娱乐的心态去看待就好 王一博的宣发小报 在此之前也呼吁粉丝们理性追星 多做一些对社会有正向意义的事情 同时呢 各地的后援会也纷纷表示 通过各种的公益活动 为王一博的生日送一份真正有价值的礼物 追星的同时 让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社会价值观 最重要的是它给我们的生活增添更多有正向能量的输入 这才是最好的价值所在 无论内娱纷纷扰扰 各家IDOL他房骗骗 实力跟人品才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 每个人的价值审美不同 请保持一颗理性的心态去追星 哈喽